好精靈,第四名是西域洪森 结果这场赛事,这场励行星,在钱建明夸下,爆出15倍的冷门,第二名是新三刀王,第三名是好精靈,第四名是好精靈 希望他们一路进场好,现在他们四岁派财成冠军 最主要是在不适合的时间,认识一些不适合的人 整件事肯定是自己有错的地方,也觉得后悔了这件事 前香港骑士钱建明当年被称为天才骑士,1991年当时年近16岁的他就赢出香港第一场赛事 1997年更加毕业成为大师傅,1998年年少得志的他更加是继传奇骑士高东利后 第二位本地骑士在欧洲赢出一级赛,分别赢出德国杜米亚大赛以及瑞典打比 钱建明年纪轻轻已明成利就,但就好景不尚 在1998年底,廉政公署揭发中世纪造马案轰动整个马圈以至整个香港 当时钱建明被揭发在1996年其中两场赛事造马,利友其他骑士全谋操控赛果 其实整件事都不是说怎样威逼利友的,都是很简单的 这个目标都是想得到一些不应该得到的利益 整件事肯定是自己有错的地方,亦都觉得后悔做了这件事 在法庭里面,我都是如实地说回自己的情况 当然,不是因为受到压力而不说出所有真相 但在那个时刻,不想影响到圈内的人 因为牵连比较广阔,都会牵涉到很多人 那个时间有些矛盾,可能有机会可以多说一些 来保住自己,但我觉得不想破坏其他人的饭碗 或者在家里,既然自己也是有错,自己就承认了 完成我的刑期,希望这件事情解决了 再进入自己人生的另一页,重头再来过 马场,其实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变地黄金 很多钱,或者外面的人觉得很多提示或者内幕 很多不是马圈的人,都是想踏入马圈里面 除了做马主,养马之外,可能撇开这一串人 不是真正在马圈里面做马主或者做骑士 我认为其他人都想在马场里分一杯羹 因为他们觉得钱实在太吸引了 很多人会来接触你,跟你聊天,或者想跟你拿提示 一直都有这样的人会来跟你联络 其实是怎么说呢,自己可能是比较小的 而且经验真的不足够 不知怎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发生 或者有这些人去接触你做 或者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不知怎样去处理 会否有些贪心呢? 我想不多不少都会有的 但是最主要我觉得是 在一个不适合的时间,认识一些不适合的人 一定会觉得时间没得回头的 但是觉得马会或者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我家人 失望 是的,失望 其实最主要是这件事 反而自己就不会说 哎呀,我做得那么好 现在没得做,很失望 反而我失望的地方不是 失望的地方是 很多很支持我的朋友 为何会搞成这样 我觉得是 这个是自己觉得很好的事 钱建明出狱之后 不敢再车网去做骑士 在尋找出道之際 辰转透过一位德国籍的经理人介绍 接触到当时已经在欧洲 享负盛名的联马师俄伯人 于是钱建明就去到俄伯人马房工作 做骑马人,负责操马 就在那段时间 俄伯人就见到钱建明的努力 亦都很欣赏他的拆骑天分 结果好事终于来临了 他问我的 是老板自己问我 问我 想不想再拿回骑士牌 我回答他 我当然想 老板说 我看看可以怎么帮你 其实 他一个这么大的欧洲联马师 亲自来跟我说 其实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谁知道 他说完之后的几个星期 马房的办公室就打电话给我 下个星期哪天你去马会去面询 因为老板帮你入了指申请 那个骑士牌照 我说 哇 这件事是真的 老板不是这样说就算数 之后钱建明就按完顶日子 去到爱尔兰当地的马会面试 其间钱建明需要回答一连串的问题 当中包括被香港赛马会 调消骑士牌照一试 面试完毕后钱建明 其实打定输数 过多了两三个星期 马房的办公室又打电话给你 他跟我说 你收了工来马房 你办公室去办公室 你办公室去办公室 他被师说 你的牌照批了 马会批了 你爱尔兰的骑士执照 当时是 那个感觉 虽然我自己还没做过六合赛 但我感觉是突然间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事发生 不太相信 是真的发生了 人生的低潮当中 在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 钱建明看见罗伯人就是再生父母 可以令到他重返马背 继续去拆其生涯 钱建明经历过很多人的帮助 走出低谷 最终2014年 他就在澳门开仓 成为连马斯 2016年起 更加连续两年 就是新年马斯绑的头五名 成绩有目共睹 成绩有目共睹 可以回到十多岁的时间 我会和自己说 希望可以有多些童真 因为我们十多岁的时间 都是做一些很大人做的事 比如应酬 有很多走式才气的东西 很多十多岁应该 小朋友做的事都错过了 希望可以 拿回多些小朋友应该做的活动 例如 读多些书 因为十多岁的 很多时候都入了马会 没有怎么读书 可以进修多些 和多些童年纪的朋友 一起去打球 可能踩单车 做些活动 希望可以做多些童年纪应该要做的事 自从没有买买后 不懂跑马 就没有了 阿姐 人家的排位版 赔率版 全都出版 你不是还没买吗 什么阿姐 我很年轻 我叫Paris 巴黎 对 全彩12版 这个人这么像你 对 人人都叫我做跑马地燕仔 全彩12版 七情网织 全部落齐 原班人马 原汁原味 全都够专业 排位版 赔率版 都出了 你不是买 记得捧场 拜拜 拜拜